推车上整齐堆叠的纸箱 垃圾袋里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 拾荒者熟练的整理搜集到的回收物 每日筋疲力竭的工作 换来的只有微薄的薪水 台北万华的宝新街上 一间老字号的大型回收厂 光耀五金行 因为回收的项目包罗万象 吸引许多拾荒业者前往 因此也被称为穷人银行 然而今年三月 光耀五金行被迫关闭 光耀五金行只在这边很久了 把它从民国65年就开到现在 把它关掉那个法令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条例 是72年通过的 我们会觉得很纳闷的是 那这段时间 为什么没有人来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你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都把这里化成住宅区 但你不知道这里有个人回收厂吗 导致光耀五金行关门的关键 在于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自制条例 目前台北市化定的住宅区内 不允许设置小型回收厂 因此在附近住户不断检举抗议后 光耀五金行最终面临拆除的命运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 光耀五金行回收项目多 加上附地狭小接近零街道 长期以来遭附近居民检举 回收厂在环保局多次击查后 依旧没有改善迹象 因此只能强迫停业 在光耀五金行收掉之后 然后食荒者就要找另外的地方去卖回收 距离那边最近的另外一间 还有藏在南地产的地区附近 那走路大概要多大概30到40分钟左右 五角半长期投入在食荒者的倡议运动中 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更认识食荒者的现况 和关注食荒者遇到的环境问题 机构中也设置了小型回收站 用高于市价的价格向食荒者收购保特品 针对光耀五金行的亭业 团队坦言对食荒者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一方面是他们要花 就是要多赖回多快一个小时的路程 去另外的回收场卖 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推过桥到板桥的回收场卖 但推过桥就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们就要推上机车道或是快车道 那就会跟机车汽车竞争那个路程 他们就会非常的危险 走了更远的路 得到的报酬却还不如从前 因为附近的回收场规模都不如光耀五金行 无法回收一些比较大型的回收物 光耀五金行因为腹地稍微大一点 所以它会收很多 其实一般回收场不收的东西 包括可能是铁罐 或是一些比较大的油桶这样子的回收物 那这样的回收物在其他的合同厂可能是不收的 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他们能够换取收入的项目变少了 所以以前他可能保新街那一家他会赚比较多 想象的重要性 根据五角班的调查 光耀五金行每个月从石黄者获取的回收量 大约100吨 整整占了万华区清洁队回收量的三分之一 此外石黄者为了换取更好的价格 万华会将回收物处理得更仔细 对于回收产业链相当有益 石黄者其实处理回收物处理得非常的细致 假设像是一本书 就是它的书皮 它会把它拆开 然后里面那些书的页数 如果是彩色列印的页数 还会把它撕下来 因为那是另外一种之类 他们只要在基层分的越细 那上面的成本越低的话 那它的再利用的机率就会越高 所以就等于说 石黄者其实是 能让这些回收物能够被好好的回收 再利用成为其他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回收场要如何符合法律规范 台北市并没有特定条例的制定 相对的 高雄针对面积未达1000平方公尺的回收站 设立相关规范 让业者有明确的标准依循 了解合法经营的方式 而台北市许多回收站 却只能面对不断被检举的命运 像是高雄 不管是在废弃 废弃或是造林 或是各种回收物的摆放 都有一个明确的违反的条例 这样子的业者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说 我要符合什么什么什么 就可以好好的经营这样子 因为台北市 没有相对应的管制的条例这样子 所以就是 回收场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政府而言 法条的定定也许只是纸上文字 然而 这项法条对拾荒者而言 是生活的一大挑战 希望政府能听进基层民众的声音 在法条与民众生计中取得平衡 不要让本义师保护人民的法律 成为不尽人情的利润 做个 space 做个 moment 做个 moment 从不自由